桃園一間幼兒園傳出有女童遭到老師性騷擾 所以已經轉介到其他的幼兒園 議員還是要求教育局要積極調查 持續追蹤 並且輔導女童的心理健康狀況 原方指出這名男老師在幼教現場的難題 希望職場友善男老師 訂出標準來遵循 桃園一間幼兒園傳出女童遭失性騷 女童媽媽求助 議員表示孩子回家後悶悶不樂 還出現退化行為 突然要吃奶嘴 疑問之下發現男老師疑似假借衣服亮片 很漂亮名義 在女童肚子到胸部間 游移還停留多秒 讓孩子感到不舒服 孩子在學校被男老師稱讚 胸前的亮片很漂亮的名義 來撫摸女幼兒的肚子 到胸部停留多秒的時間 孩子感到很不舒服 事實上這個老師已經是五六年的老師 對 所以他自己自願 就是限定一職然後來被調查 他會去性別病的委員會說明 針對疑似不當觸碰案 議員要求教育局積極調查 持續追蹤並輔導女童心理健康狀況 原方也回應男老師以自願離職 接受調查但感到冤枉 並指出男老師在幼教現場的難題 像是小朋友來報老師到底可報還是不可報 不報會有家長說他不愛孩子 報了又被說性騷擾 也希望職場友善男老師 訂出標準可依循 教育局表示 經調閱監視錄影畫面 教保員卻有撥弄幼兒衣服亮片 針對是否有不當觸碰 也已召開違法事件調查 處理審查小組會議 討論決議受理 並提請認定委員會討論 如有違法將亦規定處幼兒園 和教保員罰還或審酌認定行為人 一到四年或終生不得在幼兒園服務 記者詹蘇玉桃園報導